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于2023年7月5日传来 天后李文在香港家中轻生,年仅48岁 这一消息震惊了众多人们 至今我们都无法接受这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李文是因抑郁症而选择结束生命 他的二姐李斯林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让人们倍感悲伤 就在今年2月,李文刚刚克服了一生中最大的恐惧 因为天生的腿部缺陷,他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后还向粉丝报平安,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李文曾表示,他的左腿天生有缺陷 在两岁时被送进医院接受手术,可惜手术并不成功 其中最痛苦的是,医生用一根粗铁棒穿过我的左脚跟 然后给腿上打上石膏,让我完全无法动态 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这种经历非常折磨人 出院后,他完全无法行走,必须重新学习 这个过程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心理阴影 多年来,我靠右腿支撑全身 在舞台上唱歌跳舞时,都是靠右腿支撑 每次排舞或演唱会结束后,我的腿都痛得要命 只是我从未让人们看到我痛苦的一面 这些年来,我只想展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只要大家开心,我觉得任何痛苦都是值得的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年10月初 他因过度练舞导致旧伤复发 髋关节脱位,没有软骨的保护,神经被压迫 但也有奇迹出现,虽然我无法行走 但跳舞时却不感到疼痛,也许是因为跳舞让我最快乐吧 他动刀后住院大约一周,不过复健期很长 至少需要半年,李文也喊话歌迷 我要重新练习走路,希望大家陪伴我度过这个艰难的路程 现在的我更加需要你们 你们永远都在我心里面,永远爱你们 没想到如今天人永格 他的二姐表示,李文因为忧郁症于二日在住处轻生 送院后一直昏迷,及医院团队努力抢救及治疗 最终于7月5日返魂乏术,于是长辞 李文在自家轻生,妈妈第一时间发现她昏迷 赶紧打给另外两个女儿并报警 送往玛丽医院抢救 最后仍在今中午离世 据悉,她近年罹患忧郁症 家人都知道情况严重 24小时轮流陪伴,朋友也常常关心 可惜,仍无法阻止憾事发生 李文二姐脸书如下 至所有爱护Coco李文的哥妮和朋友们 我们怀着极度哀伤的心情 告诉大家一个悲痛的消息 Coco于数年前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经过长时间与病魔抗争 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 于7月2日在家中轻生 送院后一直婚离 经医院团队努力抢救及治疗 最终于7月5日返魂乏术 于是长辞 2023年本应是Coco出道30周年 29年来,她除了用尽歌热舞 带给我们无尽快乐与惊喜外 更努力地为华人歌手在国际歌坛开拓一片新天地 一直全力以赴为华人发光发亮 我们为她感到自豪 作为Coco的家人 我们非常感恩和荣幸有一位这么优秀 杰出的妹妹 感恩上天赐给我们一位这么善良的天使 希望现在她去了更快乐的地方 不再受抑郁症煎熬 相信上天一定会给她一个最好的安排 现在,我们最大的责任 就是好好照顾年迈的母亲 希望大家多为这位老人家祈福 同时也给我们时间和私人空间去疗伤 最后,再次感谢医护人员 全程尽心尽力地抢救及照顾 同时希望大家除了怀念Coco 更希望你们分享她那标志的灿烂笑容 真诚待人及传递善良爱心给你们身边每一位 延续Coco的心愿 让所有在她身边的人感受到她的爱和快乐 Coco在世间尽管停留不久 但她的光芒永垂不朽 李文,英语名,Coco Lee 原名李美林 香港居民,美籍华语流行女歌手 1975年1月17日出生于香港 父亲为印尼华侨 母亲祖籍为湖北武汉 于19岁时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生物学习一页 李文在1993年回香港 参加TVB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夺得亚军 迁入其附属唱片公司华新唱片 1994年6月15日 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专辑 正式出道并走红 李文是首位进军美国歌坛 并于全球发行英语专辑 首位登上奥斯卡金项奖颁奖典礼献唱 首位在NBA篮球赛中场演唱美国国歌 首位获邀于美国洛杉矶华特迪士尼音乐厅 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语歌手 代表作DDD 荣获Billboard国际最佳华语音乐录影带 其所演唱的Unlocked Before Time 曾入为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并凭此曲制中文版《月光爱人》 荣获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李文传出离世的消息后 有不少粉丝涌入李文各大社群 最后的贴文中留言悼念 而在他最新的微博贴文中 是为了宣传新曲战歌MV的画面 此外他更化用歌词 写下生活要面对很多困难与伤痛 勇敢去挑战去追求 并向网友们喊话你就是战士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阳光正能量 永远面带微笑的歌后 会因为抑郁而轻生 更难想象 活力四射舞台表演的背后 他付出了多少努力 和忍受了多少疼痛 把开心带给别人 却一个人默默忍受着一切 该是多么善良的人 愿李文安息 今生你辛苦了 我的生命就是唱歌 你把我的声音拿走 我觉得我就没有我的生命 这个问题是要告诉我 昨天我听到这个故事 我相信我都没有一个好意 我看了这个故事 我看已经不太深了 我听到这些故事 我听到这些故事 是玩乐的 事件来说 就是我的父亲 我听到你 这种故事 这种故事 我看的